四个锁定了季后赛席位的战队 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此时此刻自己的心情 心情还是挺开心的吧 但就是希望后边也是稳稳的幸福 就是希望都能2比0拿下 所有的粉丝应该都是这样的心情 希望都可以像今天一样 干脆利落的2比0拿下 那今天的比赛呢 你们抢酒成功之后呢 也是锁定了季后赛的席位嘛 像我们今天从第一局开始就发现 你们的打法都特别地激进 那一点机会是都不给对面留下 想问问是不是因为你们想要更快地 拿下这关键的第九分 其实跟第九分也没什么关系吧 就只是我觉得我们可能 之前相对比较浪一点 然后我们这次就是不管是BP开会 就是我们教练组还有我们选手 都做了比较多的准备吧 然后也做了就是尽量不浪 早点2比0的那种心理准备 今天的纪律性是非常的严密 第一局可以看到 节奏非常的顺滑 从第三分钟开始 你三级就选择去到了抓下 当时那个判断还是非常的果断的 为什么当时会那么快速地决定 主要我们的英雄选得太强势了吧 就是感觉他们就算三个人都在塔下 我们也不太怕他们 就跟他们挂在那边 所以当时你也没有去管这个皇子的位置 到底是在哪里 其实就是他在我们也会杀他们 就是也不再怕的都是有在你们的计算里内的 那也是从那一波开始之后 随着五分钟你中路的一波成功gank 是把节奏慢慢滚起来了 那八分钟你们就领先了六千的经济 所以可以算是比较夸张了 赛前有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况吗 赛前是有想到吧 因为我们选的阵容本身就是一个 就是需要靠前期滚雪球的 然后感觉效果也挺显著的吧 确实 今天可以看出来 你们的女精体系是非常的成熟了 然后Light的夹子也在团战里面屡屡立功啊 想问问你今天如何评价自己和队友的发挥呢 每个人都可以讲一讲 Light的夹子其实感觉就一直都不知道什么 就往往能夹到对面人吧 就我们感觉走着走着 他就突然就夹到了 然后我们技能就接上了 就非常的准确 然后大家也配合得非常的好 那第二局的话呢 也可以看到 赛哥的聪明莫菲特也是拿到了MVP嘛 然后你个人感觉 今天大家的发挥怎么样 感觉大家发挥都挺好的吧 就我们送的稍微少一点 然后赛哥的话 就是他玩这个英雄感觉他很快乐 就是前期的一个调整 今天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那今天呢 也不是你第一次来到深圳主场了吗 再次来到这里是什么样的感受 虽然我去年在威武的时候没有来到这个主场嘛 但感觉就是两年前也有来过这个主场 然后感觉这里就是天气比较热 但观众都还是很热情 就是非常感谢大家 好 观众非常热情 现在再次感受到了热情的观众 那你对深圳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就是很热吧 因为基本上都是来打比赛嘛 就也没什么时间出去玩之类的 就天气非常的好 也让你们在赛场上也是躁动起来了热血沸腾 有点 有点 好 下一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 今天现场来了非常多深圳的朋友 为你们加油打气支持WBG一气奥迪战队 你们也是不负重挝2比0拿下了比赛有什么要对 我们现场深圳的朋友们 霍卓说是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讲的吗 想一下 就是我们剩下两场比赛嘛 然后我们会想办法都2比0拿下 然后因为我们也进了季后赛 也会在季后赛准备好更多的一些体系 或是更好的姿态给大家看 谢谢大家 祝一居三连的万事如意 每天都有好心情 谢谢大家